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很多人为之感动 在民国时期呢 就有这么一对恋人 他们的结合堪称是旷世之经典 他们本来是师生 因为爱情他们冲破世俗的繁离 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虽在舆论汹涌让他们倍感压力的时候呢 他们都相知相爱 一路携手 没错 他们就是鲁迅和徐广平 那么这段经典的旷世之恋是如何开始的 当时他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他们爱的到底有多深 而那本著名的两地书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今天咱们就来解密这段旷世爱情背后的秘密 事情从他们第一次相遇说起 那是1923年秋天 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 接受好友许寿长的邀请 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当时这个学校呢简称女师大 那天鲁迅还没到 可是教室里边早早的就挤满了学生 为什么 因为鲁迅太有名了 前不久他发表的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 以及《小说集子呐喊》 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这个圈粉的能量实在是太大 来的全都是他的粉丝 他们呢都有一种好奇的 年轻的形容 这个老师呢 他们都知道这个可是鲁迅的 鲁迅开的 他学校的名字叫周鲁迅了 周鲁迅呢 叫做鲁迅 他们都知道了 要听听这个居民的作家 周鲁迅啊 到底是个什么人 注意 在这些粉丝当中 就有一个关键人物 徐广平 这次上课啊 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不过说实话 初次见面 鲁迅留给徐广平的印象 别说爱情了 就四个字 跌破眼镜 为什么呢 因为鲁迅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的形象 实在是 鲁迅匆匆进去 大家都比较去镜了 因为他这个衬的衣服啊 是补丁的 要补丁 长衫上面 有的地方补丁 特别是裤子上面 这个鞋鞋上面都要补丁 脊下上面也都是 也快快补丁 头发也很长 而且他这个冲丁 平丁了 所以 徐广平他说 这个头发 真正如 鲁发成功 大家都在理论 怎么这样一个人 好像是个车鸟一样 没错 整个就像个乞丐 这就是鲁迅 给徐广平的第一印象 当时的徐广平觉得 不可思议啊 无法理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学生们的印象当中 当时的文化名人 几乎都是西装隔离 风度翩翩的 这最近也经常称藏山的 鲁兴也经常称藏山的 但这最近的藏山 不被破的 它都是很紧的 虚热掌领域掌 经常称西装 他们称的西装 特别是领域掌 那是领带啊什么 都当得很好的 鲁兴呢 就是比较这边了 譬如 帝子掌有什么水了 什么 他卡的布 所以鲁迅给徐广平的 第一印象很不好 但问题是 男人需要的是什么呢 才华 当鲁迅开始讲课的时候 完了 一切都改变了 什么形头啊 什么胡子拉叉啊 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在鲁迅与青年们一文当中 徐广平是这样描述 这第一堂课的 许久许久 同学们醒过来了 那是初春的和风 心从冰冷的世间 吹拂着人们 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 不约而同的 大家吐了一口气 回转过来了 所有的学生 立刻就被鲁迅的 风采和学识吸引了 课堂顿时就变得极其的美妙 打那以后 每回鲁迅上课 徐广平肯定是坐第一排 听得忘形之时 还会不由自主地 向鲁迅提出几个问题 那么这是不是说鲁迅和徐广平的爱情 就这样开始了呢 没有 充其量当时呢 应该只是一个学生 对老师的学识 比较仰慕而已 还谈不上爱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他们的心灵开始靠近的呢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的呢 这就要说到 当时在女师大发生的一起 著名的事件 驱羊运动了 来介绍一下 杨指的是当时女师大的校长 杨寅渝 她是一位很有学识的女性 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但是在当年处理一起 学生退学事件当中的 这位女校长 却明显的有失功允 结果引发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 驱羊风潮由此爆发 然而这位很有学识的杨校长 并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变本加厉 把刘和珍 徐广平等六位组织学潮的学生自治会骨干 给开除了 注意啊 注意 注意徐广平的身份 咱们看过鲁迅和徐广平的合影 照片上的徐广平给咱们的感觉 是那种大家闺秀 温雅平和的 但是呢 换之告诉你 那是他在和鲁迅在一起的时候 是那种状态 当年在女士大 他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学生自治会的主席 而要再说起他之前的过往 那更是要亮瞎咱们的眼 怎么呢 来介绍一下他 徐广平广东潘语人 1898年出生于广州一个世幻之家 注意 他这个世幻之家可非同一般 怎么呢 先说这位他的祖父 许应奎 不仅做过敏浙总督 是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 还是慈禧的干儿子 他的叔叔位置也不低 国民政府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那他的娘家呢 那就两个字了 有钱 外祖父在澳门的生意 做得非常的大 但是他还有着 显为人知的另一面 哪一面呢 一个地地道道的叛逆新女性 当年他曾经干过一件 让一大群男人都为之 汉颜的事情 在世人眼中 他们之间本不该存在爱情 是什么让他们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这是一段怎样的情感纠葛 他和他又如何点燃爱的火焰 鲁迅和徐广平的两地书 经典传奇正在为你 那么少年时的他到底干过一些什么事儿让他拥有了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称谓呢 这里插一句啊 前不久热播的白鹿远很多人看过 里边有一个白铃 相信您印象非常深刻 白铃呢不愿缠足 和家里人斗 要和男孩子一样去上学读书 也和家里人斗 这个人呢哪来的呀 据陈忠实先生说 就是依托徐广平塑造的 徐广平当年他就是这么干 但是最让徐广平出名的还不是这些事儿 那是什么事儿啊 徐广平刚出生的时候 家里给他定过一个婚约 对方姓马当地的大户 后来马家来取亲 他不干 先是跑到天津躲了下来 马家人只好追到天津呢 可您才怎么着 据说他凭着一把条肘硬生生的 把马家人给打草出门了 打出去了 最后马家实在没有办法 只得解除婚约 厉害吧 很难想象吧 和鲁迅在一块 像是小鸟一人一般的徐广平 竟然也会有这么厉害爆裂的一面 当然了 徐广平还有一样很厉害 那就是读书 跟马家解除婚约之后 徐广平潜心读书 没过多久啊 就考入了心仪的学校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就读于国文系 这是哪一年呢 1923年 这就是他和鲁迅的缘分 1923年注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要在这一年在女师大 教会了 好了 咱们接着说趋洋运动 得知自己被开除 徐广平感到很迷茫 寻求正义追求公平难道有错吗 没有公平和正义 中国女子教育还有前途有意义吗 这时他不由得想到了鲁迅先生 因为鲁迅当时 兼着教育部的检视一职 于是他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希望鲁迅 帮他解答内心的困惑 那么鲁迅 什么态度呢 其实 徐广平并不知道当时的鲁迅 正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 一方面 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检视 他不能够参与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呢 因为和弟弟周作人的决裂 他正想要诉朽呢 他弟弟把他足处家门 他那么喜欢周作人 后来两个人决裂 他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所以他就 有一次他酗酒 抽烟 希望自己素朽 马上就燃烧完了 生命也过去了 这里稍微说一下啊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呢 是北京八道湾胡同的 一处宅子 1923年之前 鲁迅的三兄弟 他们家三兄弟 陪同母亲 一直住在这里 当时三兄弟约定 有钱同花 有福同享 一家人是温馨和睦 然而 那年的七月 鲁迅和周作人 却突然反目 而后 鲁迅带着母亲 搬离八道湾 打那儿以后 兄弟俩到死 都没有再来往过 他们为什么反目 由于两个人 对事情的原因 一直都避而不谈 所以直到今天 这依然是个谜 如果您知道 您联系我们 我们专门做写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呢 这个自己从小就 非常疼爱的弟弟 跟自己反目成仇 这个对他打击太大了 所以他当时 他觉得自己想要诉朽 赶紧死了算了 诉朽腐朽 这就是当时鲁迅的状态 但是 徐广平的这封信 让鲁迅 在渴望诉朽的 这种状态中 精神为之一振 因为当时 在这封信里边 他不仅看到了 一种革命者的激情 他更从信的落款 看到了一个少女 对自己的好感和欣赏 信的落款 怎么写的呢 紧受教的 一个小学生 徐广平 像鲁迅这样一个 非常阅历 就非常丰富的 一看这封信就知道 这个女孩子是喜欢自己的 而且喜欢自己不止 已经是半个课了 然后当天鲁迅先生 他就给他回复信了 看来他对这封信 是非常重视 当天就给他回复信了 写了密密麻麻 写了四页 这样就是说 这一封信 这一封回信了 就两千多字 没过多久 鲁迅 钱玄彤 等七位社会知名人士 联名发表了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风潮宣言 公开表示 坚决支持学生 由此 女师大风潮 是进一步高涨 最终 段祺瑞政府 不得不撤销了 杨阴瑜的校长职务 这就是当年 驱洋运动的始末 而正是因为这件事 从此鲁迅和徐广平 书信往来不断 由此一段传世的 忘年师生恋 就此 拉开了序幕 著名的两地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当然了 这个时候还不是他们 情最浓时 两地书最浓情的部分 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三一八惨案之后 1926年3月18号 北京5000名群众 在天安门集会 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 这本来是一次 请愿行动 而段祺瑞政府 居然下令 向群众开枪 打死打伤200多人 由此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这桩惨案的发生 让鲁迅愤然写下了千古名句 真的猛事 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之后不久 他便毅然舍弃了 他在北京的一切 职业 家庭 声望 全都不要了 他和徐广平一同 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前往厦门大学任教 徐广平 回广州工作 这里要说一下 对于鲁迅的这次南下 说法挺多 有人认为是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让鲁迅 对当时的北洋政府 感到万分失望 有人说 是因为爱情 让他产生了 到处去走走的念头 还有人说 鲁迅的厦门之行 其实是他对爱情的一个过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北京 他和徐广平的交往 在社会上 已经引起了一些舆论 原因呢 就在于他们的身份 是师生 中国的风景 是向更深地固的 那么老四东 学生那是两个北温 所以老四东 学生 那是不可想象 所以有人认为 鲁迅和徐广平 双双南下 两地分开 主要是为了冷却 在当时的舆论纠缠 但不管怎么说吧 正是在这个时期 鲁迅和徐广平的频繁通信 让他们的爱情 是不断的升温升华 鲁迅在厦门的那个状态 整个是一个青春期的 这个爆发 或者是延后 因为当时那一年 鲁迅要出版一本集子 杂文集叫坟 所以他就在一个坟前 拍了一个照片 要放在书的书面上 要配图 但是他很有意思的是 他把那个墓碑 那个上面 他用那个刀子 刻了一个许字 鲁迅在厦门的时候 天天说 我这个忙于这个东西 忙于那个东西 没什么时间干活 但他在厦门干了 很多很多活 而且写了那么多情书 一天写三封信 半夜到那个邮局里面 投地信 是一夜十二点了 因为白天去了两次邮局 那个邮局邮递员都认识他了 他觉得不好意思 第三次再去了 就等到半夜十二点 没人的时候 跑到邮局 偷偷投一封信 一天跑三次邮局 可见他们之间的爱 已经到了情难自已的地步 最终啊 在炽热的爱情之火的燃烧之下 这对保长相思之苦的恋人 再也顾不得世俗的束缚 他们于1927年10月来到上海 正式开始生活在一起了 不过为了避险 尽量少让外人说三道四 刚刚到上海的时候呢 鲁迅对外说 徐广平是他的秘书 然而有一天 这个说法却再也站不住脚了 一直到怀孕 肚子大了 当然了 但是他的怀孕也是个意外事件 你看那个徐广平的回忆录 包括这个周海英 周海英呢 那本书的第一句话 说我是父母亲 避孕失败的结果 事已至此 鲁迅和徐广平这对忘年的恋人 再也不管世俗的平意 他们正是以夫妻名义 在上海定居了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随后不久 《易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再次把鲁迅和徐广平推上了 风口浪尖 文章何人所写 为何鲁迅成为文章攻击的标靶 对于文中的谩骂 鲁迅为何一言不发 在鲁迅心中 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鲁迅和徐广平的两地书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鲁迅和徐广平这对忘年师生恋人 冲破了世俗的观念 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以夫妻的名义在上海定居了 然而不久 北京的《易事报》却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鲁迅直接进行了攻击 这是一篇什么文章 文章的标题叫做 中年 意思很明了 讽刺 挖苦 加骂人 当时文章一出来 舆论是一片哗然 那么文章是谁写的呢 这位 周作人 鲁迅的亲弟弟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 周作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可是令人更加费解的是 对于这篇文章 鲁迅一言不发 始终保持沉默 奇怪吧 按常理来说 像鲁迅他们这样的大文人 最看重声誉 尤其是在男女问题上 可是面对弟弟的攻击 他为什么不反击呢 对于这个 鲁迅还真是有难言之意 具体咱们回到清光绪32年 光绪32年 也就是公元1906年 这一年的7月6号这天 绍兴鲁镇的周家 正热闹闹的举办一场旧式婚礼 新娘穿着大红喜服 戴红盖头 被搀扶进了门 可面对新娘的到来呢 新郎却是神清呆滞 目无表情 很显然 对这桩婚姻新郎是很不满意的 很不乐意 甚至于 那新郎是谁啊 郑氏 周树人 鲁迅 新娘呢 则是这位 鲁迅的原配夫人 朱安女士 来介绍一下 朱安 少姓本地人 比鲁迅大三岁 他21岁那年 经由亲戚斡旋 鲁迅的母亲亲典 被许配给了鲁迅 但是当年呢 婚礼并没有如期举行 为什么呢 鲁迅就是 在订婚的时候 鲁迅就知道 找了一个旧式的女孩子 就两点要求 两点要求就是 第一 要看书 学习 第二 要 这个 这个不要再裹小脚 他就两点要求嘛 结果这两点要求都没做到 因为朱安是典型的旧式女人 鲁迅呢 就没同意这桩婚姻 当时也正好呢 考取这个留学 公费留学啊 这个名额下来了 鲁迅立马借机去去了日本 读书去了 这是他的反抗 那您要问了 既然人都走了 那为什么后来 他还是跟朱安举行了婚礼呢 这一切都源自于 鲁迅母亲的一封家书 那个时候呢 听说一种传言 说有人看见 那个鲁迅在日本东京的街头 和他的日本的妻子 还带了孩子在街头散步 所以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那么鲁迅母亲一听的非常早 所以呢 马上就想办法 就给他接连的去了好几封集信 说是母亲病重 你赶紧回来 那么鲁迅是很孝顺的 他们知道鲁迅这种心理特点 所以呢 就是鲁迅呢 就赶紧把身边的事情处理一下 就回到这个绍兴 想不到的是他一回家呢 看见鲁迅母亲啊 非但没有病 而且呢 笑盈盈的来迎接他 家里呢 是张灯结彩 一片喜庆的迹象 鲁迅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母亲设下的一场骗局 但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而是遵从母亲的心愿 和朱安拜堂成了亲 但是这桩婚姻呢 从一开始就只是个形式 他当夜是进了洞房以后 他是这个做了半夜 而且据说是流了半夜的泪 第二天他就搬到书房去住 三天一过 鲁迅照样什么话都没说 继续回日本读书去了 那有人可能不理解 既然对婚姻不满意 鲁迅为什么还要顺从母亲的安排呢 如果您了解鲁迅的成长 您可能就理解了 鲁迅幼年之时家境还不错 但在十二岁那年 他祖父摊上一件科考舞弊案 不仅家道从子中落 父亲也不久之后就病逝了 以至于生活的重担 全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作为长子 鲁迅是一直看着母亲的那种辛苦的状态长大的 这让他对母亲是特别的敬重 特别心疼 在他看来 只要母亲开心 他宁愿放弃爱情 所以他接受了这桩无碍的婚姻 他说是我的母亲在娶儿媳妇 这个人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我只能好好的保养他 供养他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就是鲁迅的态度 仅仅把朱安当作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 供着 即便1909年回国之后 他和朱安不得不同处一个屋檐下 他们俩之间也从来不说一句话 更别说同房了 朱安对他来说呢 完全是个陌生人 那可能有人要说了 这不等于是让朱安守活寡吗 这不是 对吧 朱安为什么不反抗呢 不结束这段婚姻回娘家呢 这个呀 答案只有两个字 观念 谁家的这个女儿回来了 这是非常大的耻辱的 所以他有时候说 我活是你家的人 死是你家的鬼 所以有个人为什么就是 你一旦要是要修她的时候 她那死 她也不回家的 朱安来说的话 她的这个命运 也可以说中国女人 这个几千年 一个命运一个所有 所以在这桩有名无实的婚姻里边 其实鲁迅和朱安 都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 为了母亲 她本打算陪着这段旧式婚姻 做仪式的牺牲 只是她没有想到 徐广平的出现 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对于朱安 鲁迅是尊重的 但是 这种尊重和爱情 没有关系 而对于徐广平 鲁迅则是无时无刻 不充满着爱恋 1929年5月 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 我只好来写信 算作谈天了 您听听 温婉之情 留意于彼端 这就是浓浓的爱意 而正是这份爱 让本打算陪着那段旧式婚姻 做仪式的牺牲的鲁迅 享受到了生命当中最温馨 最安定的十年 1933年4月 经由鲁迅编辑修改 鲁迅和徐广平的 通信集结出版 取名为《两地书》 这本书呢 也由此成为了 他们爱情的最好见证 1936年10月 鲁迅因为积劳成疾 逝世于上海 他和徐广平生活在一起 整整十年 可以说这十年 是鲁迅一生当中 最美好的十年 正如鲁迅 在送给徐广平的 《戒子源话谱》上所提的 十年携手共奸威 以莫相濡 亦可爱 这正是他们 爱情生活的写照 当然了 在这段爱情当中 要感谢的是徐广平 是他扣开了鲁迅的 爱情之门 给了鲁迅一个 温馨幸福完整的家 他既是鲁迅事业的助手 又是鲁迅精神上 最忠诚的继承者 和最热忱的弘扬者 由此 这段师生恋 也才成为了 民国时期的 一段爱情假话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 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